这坨空姐脱下有点味道的高跟鞋 直接塞入杯子里疯狂搅拌 就这么一杯加量不加价的奶茶 很快就被送到了一条靓女跟前 谁料靓女早已闻到相当角的香味 很顺手将800度奶茶给推翻在地 而空姐的手臂妥妥被烫成七八分数 就算如此西施也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眼前的靓女正是泰国王妃颠簸 由于她在三五个钟前刚刚跟太子分了手 所以现在颠簸的肚子里有一股无名火 于是她花两毛钱巨款承包下这辆飞机 并指明道性要求西施来伺候自己 打翻奶茶后颠簸又开始百般刁难 瞄到西施无名指上有颗大钻戒 颠簸见此真的非常不高兴 因为她的手指上有颗一毛一样的 颠簸贺令西施马上取下那颗戒指 因为初中没毕业的平民根本不配拥有 下一秒就将戒指丢弃在地上 就当西施想弯腰去剪时 颠簸立刻用她的三寸金脸踩在脚底 搞得无语的西施真的非常的无语 在评论区输入不要难过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 很快就到了吃宵夜的时间 西施知道颠簸对海鲜严重过敏 于是特意选用海虾拌面将大虾挑出来 当作素面端给颠簸享用 颠簸也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拌面 吃完之后她就开始疯狂咳嗽 西施趁颠簸去毛测窜息的空隙 发现了几张自己跟太子的亲密照 原来她正是颠簸口中的那个第三者 谁料这时颠簸突然闪现回来 只见她用身无可恋的眼神盯着西施 很快飞机就抵达了宽敞的飞机场 瞄到不断渐行渐远的颠簸 疲惫不堪的西施终于松了一口气 谁料当她拖着行李准备回家之时 看到新闻里颠簸已经抹油的消息 并且遗体必须五个钟内送回皇宫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颠簸临终前特意点了西施 让她在飞机上守护自己的遗体 搞得西施本想拒绝又不敢拒绝 只能硬着头皮再次登上了飞机 而颠簸的尸体就被放在前面的座位上 随着飞机直冲冲往万米高空飞去 强大的气流导致机舱剧烈震动 下一秒颠簸的量尸被震下了座位 接下来就发生了极其恐怖又诡异的事 只见尸体急冲冲朝西施飞蹲而去 她撞起胆子上前查看情况 花屌 眼前一幕吓得西施童子尿都流满一地 连忙打电话给机长请求支援 机长由于忙着开飞机根本走不开 为了这份有无险一惊的工作 西施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大力抓住了量尸 拖回第一排后用麻绳紧紧固定在座位上 坐完之后西施已经累得精疲又力尽的 于是他在后面找了块风水保地睡下掉 可睡着睡着总感觉有东西压着自己 哈哈哈哈 只见他的怀里正有着颠颇的量尸 下一秒西施再次被惊醒过来 原来刚才只是做了一场噩梦而已 回过神的他只能喝杯水来压压紧 机舱里突然有一团黑雨往缓走 却发现颠颇的尸体都毛见到踪梦 他以为是机长在搞东搞西的 话音刚落茅厕里就传来了剧烈的咳嗽声 西施只能硬着头皮朝着声音方向走去 很快在茅厕的门口发现白色的果实部 茅厕里还不断传出来剧烈的呕吐声 这坨空姐只是用高跟鞋搅拌了一杯奶茶 却间接性导致王妃枉死在飞机上 之后她的尸体患变成凶残的恶劣 如同幽灵般缠绕着空姐久久不放 当西施轻轻用力推开茅厕大门 里面却什么毛线也抹流见到 搞得西施还以为自己脑边丰富了法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呢 飞机又再次发生剧烈的颠簸 灯光闪了两下下也随着熄灭 就连茅厕的大门也被死死反锁 西施突然感觉后背有点凉嗖嗖的 有一团黑影朝着她慢慢逼近 吓得她早已经开始飙屎又飙尿的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茅厕大门被打开西施才可以用脚跑出来 看到黑影如同狗皮膏药紧跟起后 无奈之下她只能敲响了驾驶舱 机长看到拿着斧头的西施心惊又心慌的 谁料此时西施却变得越来越凋颠 竟然拿着斧头去砸钢化玻璃的窗 实在没眼看的机长及时闪现出来 才阻止了西施做如此愚蠢的行为 为了不让西施继续这样颠颠沸沸的 机长用扎袋绑住她的亮手亮脚 直接导致西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为颠婆就坐在她的对面 搞得害怕的西施真的好害怕的 她开始不停地跟颠婆认错病道前 西施眼泪都哭干了依旧毫无调用 怨气十足的颠婆并没打算放过她 随着绑在脸上的白色颇步缓缓落下 颠婆露出猙獰的神情慢慢逼近 就在这关键时刻颠婆再次消失不见 西施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而已 突然 随着一声好嗨气惨的惨叫声之后 飞机稳如狗停在了飞机跑道上面 等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机舱内看到 颠婆的尸体完好无损坐在凳子上 西施则死向凄惨跪倒在王妃脚下 永远为自己做过愚蠢的行为而畅悟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